家书抵万金 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七月 唐玄宗逃到四川 唐宿宗在05即位 诗人杜甫便把家安顿在利州的羌村 打算去05投奔宿宗 途中他和其他逃难的百姓遇到叛军 不幸被掳 叛军的首领看杜甫穿得破烂 模样憔悴 觉得他没有什么用 就把他赶走 杜甫回到旧居 外出访有 才知道朋友们早被叛军抓走 失去英雄 时间飞逝 半年多过去了 明媚的春天又来到 有一个早上 杜甫走出屋外 见花上的露珠迎风落下 像是在为战争的苦难伤心流泪 一阵叽叽喳喳的鸟鸟鸣声传来 好像连鸟儿也在为人们的生离死别 胆战心惊 看见春天百花盛开 鸟语花香 对比国家被战火摧毁的凄凉 心中百感交集 杜甫不禁写下春旺这首诗 表达他对家人亲友的思念 以及对战争的不满 优优独播剧场上